发球 推后场 机会 拼杀对角 出戒了 洛金佑赢了 洛金佑打爆了石宇奇 12-2020法国公开赛 中国一哥石宇奇对阵世界冠军洛金佑 本来以为这场比赛会是决赛的提前预言 但是没有想到 石宇奇上来就毫无状态 直接被打懵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对决吧 扣除之后 他这个名次是比较靠后的 那么在抽签的时候 就比较能够 抽到派赢比较高的选手 第一局比赛上来 石宇奇就有点慢乐 这种推后场就直接被洛金佑抢 洛金佑打得真凶啊 又是一个失误 洛金佑的防守真好 是一期又是一个失误 洛金佑这个勾对角真漂亮啊 一拍就失误 这是在干嘛呀 洛金佑这个防守真的顽强 石宇奇一拍杀了之后回不来了 又是一个失误 洛金佑11比4 0线 进入上半段 还是失误 跳伤对角一输 石宇奇是怎么打什么失误啊 终于放到一拍 判断也失误 多拍 是与其的失误送分太多 速度上完全跟不上洛金佑 洛金佑怎么打怎么右 洛金佑怎么打怎么右 洛金佑看到了12分的分差 抢搓 摇对角 诶 石宇奇基本上放弃第一局了 这个比分差距有点夸张了 洛金佑 洛金佑又是一个强往的手 20比5拿到局垫 最后一个批杀直接得手 洛金佑27比5拿下第一局 单局比赛拿5分这种表现时 让我没有想到的 就算没有状态 我觉得也不应该打成这样 第二局比赛上来 洛金佑都开始玩起来了 不过这球是玩到了 漂亮 十一期的跳杀得手 好球 又是一个批杀得手 第二局的十一期状态好像起来了 来尝试调整一下 但是自己这个手确实是太多了呀 漂亮 直接杀追身 洛金佑的判断是第二局的洛金佑 有点像第一局的十一架 十一期这个批杀居然也出界了 就十一期给两个底线的球 也没有说非常敢推 让洛金又连续后场起球去进攻 这是很难防住的 自己的跳杀又是一个出界 洛金又直接追平了 要是这种投体气的下洋失误 实际其投体进攻 大部分都是失误 漂亮 终于杀到一派 落金又也确实是失误多 失误送分都比较多 但是落金又这防守反击厉害 已经是第二个了 又是一个杀追身 实际又领先两分 比赛最刺激的收到了 实际很有耐心 打四方球 十一期又是一个判断树 两分优势直接被追平 这个时候要争取多打打控网进攻 对角 还有耐心啊 这是通过控网 打进攻 哎哟 还是自己勾对角的失误啊 落金又直接拿到比赛的赛点了 哎哟自己的发球失误了 可是十一期给你机会你抓不住啊 这后又是个调查的出界 十一期在一度领先五分的情况下居然遭到逆转 这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不得不说 在拿到单半赛冠冠冠之后 十一期是一落千兆 状态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要是这样 神一战蒙三战 永远成为不了顶尖高手了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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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